达光国中角力队在今年9月初参加108年全国青少年继U15角力锦标赛获得亮眼成绩 总共荣获了2金4银4铜 另外还拿下了U15男子组西罗市团体总锦标冠军 达光国中角力队今年9月初参加108年全国青少年继U15角力锦标赛成绩相当亮眼 总共荣获了2金4银4铜 同时更拿下了U15男子组西罗市团体总锦标冠军 成军短短几年时间却可以在全国赛中打响名号 都是来自于平时扎实严格的训练 来今早上达光角力队都必须比其他同学更早来到学校练习 由于学校腹底不大 目前练习场地只能暂时设置在学校穿堂 不管是下雨天或是碰上冬天冷气团来袭寒风刺骨 队友们总是一如往常勤奋练习 也因此练就了吃骨耐劳的坚强毅力 每每在各场比赛中成绩辉煌 自由市跟罗马市都有取得不错的成绩 尤其是西罗市 西罗市这次是团体冠军 这次能够获得我们全国的西罗市总冠军 其实真的是蛮让我惊艳的 就是也突破了我们历年最好的成绩 我们像今年的全中运我们在全国也是第三名而已 那这次可以拿到第一名真的是蛮超出我们的意料 在这次比赛中大观果中一共获得了两面金牌 包括了陈紫薇拿下了U15男子 角力西罗市第七级第一名 姚玉成则是第五级第一名 其中陈紫薇还是抱柄参赛 对于自己的成绩他也很压抑 而姚玉成国小时主攻自由市 这次却能在西罗市夺冠 也让他验证了 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达成目标 这次U15拿第一名的时候 当下也觉得很不可能会拿到第一名 然后拿到第一名的时候真的很开心 然后那时候自己也生病 生病的时候也觉得不太可能会拿到好成绩 自己不太会摔西罗市 因为以前国小只有自由市没有西罗市 所以这次去西罗市拿冠军很意外 觉得很开心 开心 虽然角力这条路相当辛苦 可是达官角力队每位队员 还有教练都抱持深远期许 也希望透过一场场的比赛 增加经验累积实力 交出更棒的成绩单 记者陈平站门奇新店采访报道